1908年12月2日 这一天的北京天寒地冻 而自京城的太和殿里却热气喧唐 满朝的文武大臣们 正对着农椅上的一个三岁孩子 姓三桂九寇大礼 三岁的溥仪在农椅上大哭不止 他的父亲只好哄他说 不别哭快完了 三年之后 无常的一声枪响 六岁的溥仪如释重负 1911年12月12日 安徽省临时议会召开 孙玉军当选为省军政府都督 几天之后 正在杭州陆军小学正角的陈独秀 收到了孙玉军的电报 他已经被任命为安徽省军政府的秘书长 收到电报 陈独秀即可启程赴任 西字湖畔 他和高军曼最温情的一段时光 也就此结束 在那之后 陈独秀生命里 如这般闲事惬意的经历 再也没有了 就在陈独秀宣誓就职两个月后 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 就此结束 一个群雄并起 诸禄中原的时代来临了 武昌起义之所以终结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统治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功不可没 但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打鲁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却给很多后来人造成一种错觉 觉得革命就是排满 推翻了满清王朝就是革命成功了 而陈独秀却不这么看 他从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开始 观点一直没变 他认为革命是要让所有人都懂得 身为一个国民就应该努力担当自己的职责 为国家强大而奋斗 而这也是他后来提出科学民主的思想根基 当然在一九零四年的时候 陈独秀的革命观点多少还是有些朦胧 但比起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 似乎又显得高明 后来的史学界认为 这种观念上的差异 正是陈独秀投身革命多年 却未加入同盟会的原因 也是他十年之后一度抵制国共合作的根源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 陈独秀出任了安徽省军政府秘书长 而他的顶头上司军政府都督孙玉军 恰恰就是那种认为 推翻清朝革命纪为成功的人 曾经与陈独秀共识的张晓成后来回忆 孙女军经常抽大烟去了 军政府里问世最多的就是陈独秀 然而 木秀与林封闭垂直 在各方利益集团纠缠的民国初年 孤军奋战的陈独秀虽然满腔报复 却毫无伸展空间 他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此举也在所难免 一九一三年三月 国民党领袖宋小仁被刺杀于上海 对任世凯独裁同志 尚被不满的南方革命党人 群情激愤 纷纷举兵起义 发起二次革命 一九一三年七月 陈独秀回到家乡安庆 协助革命党人百门卫 成立了安徽桃源军 仅仅一个月过去后 前线战时的失利 迫使陈独秀离开安庆 后来百门卫回忆到 陈独秀从安庆前往上海 在经过乌湖时 遭遇了第一次老案之灾 看到了当地军阀公正盟 按兵不动 另外参杀无辜 所以给予了严厉的谴责 引起了公的敌势 扬言要杀这个陈独秀 当时呢 很多人都劝这个 就是说 龚正鹏不要上去陈独秀 因为他是一个名人 但陈独秀自己呢 他好像无所谓 他就说要枪毙的就快点 尽管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 尽管已经被陈独秀 骂了个灰头土脸 但好在龚正鹏 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 他也只好将这位昔日的上司 从监狱里请了出来 并且设宴款待 二十多年之后 龚正鹏亲自将自己的两位女儿 送去加州的共产党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个党将来有出息 有希望 果然他的两位女儿 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大女儿龚普生是 新中国首任的驻爱尔兰大使 二女儿龚鹏更是财貌双全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 就追随周恩来 被誉为是中国历史上的 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1942年因病去世的龚正鹏 如果权下有之 一定也会非常欣慰的 他也一定暗自庆幸 他当年把陈独秀 从一个阶下囚 变为座上宾这个决定 是多么的明智 而正是在龚正鹏 这一抓一放之间 陈独秀也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 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 重要转变 1913年8月 几乎遭受杀身之祸的陈独秀 匆匆离开五湖 前往上海 开始了又一次政治流氓生活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 这次离开安徽以后 陈独秀再也没有回去过 此后 他个人的每一次人生祈福 都与这个国家的迭荡命令 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他还在探索 在思考 就是说辛亥革命 为什么失败 反援斗争 为什么会失败 他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他 最后他得出结论呢 就说 这种失败的原因呢 主要是关于人民不觉醒 人民没有觉醒了 那么就是说 好像国家呢 就是跟他 好像就是跟老百姓就认为呢 国家跟他的国家的新王 跟他本人没有关系 那么他就说呢 首先要从思想上 从根本上改造 这个中国的国民性 这个世界呢 实际上就是也为他 最后创办这个新青年 提供了一些 就是做好了一个 充分的这种准备 就在陈独秀彷徨之际 他收到了一封 来自日本的书信 记性人是他交往多年的 振友张世昭 在1913年的阿兹革命中 张世昭是南方桃园军领导人 黄兴的秘书长 阿兹革命失败后 张世昭被迫流亡日本 创办了政治性越看家印 深处一项 万般艰难 很快他想起了 字字写言双的陈独秀 1914年8月 陈独秀和张世昭这两位 曾经在《国民日报》中 激扬文字 让清朝统治者 寝室难安的战友 再次回诗日本 11月10日 贾寅刊载了一篇名为 《爱国心和自觉心》的文章 作者署名 独秀 她的老朋友说 老孟周 是亚东图书馆的经理 他说 你 你有点不自两立 只有你一个是修的 整个病人都不修 他说哪里 他说不是 他说我们家乡附近 有个独秀山 我不过是独秀山下 一个居民而已 在这篇首次 以独秀署名的文章中 陈独秀的文字 大胆而激烈 他指出 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力 谋益人民之幸福也 不辞之物 其国也存之无所容 亡之亦无所惜 对内政 不需要人民 是吧 其他人民 这样的国家 这样 这样的国家 你应该它 爱国谁 你要没有这个绝对的话 你爱国反而是 反而误过了 这样的国家 亡了 又有什么可怕呢 我们通常说说的 爱之声 这是 他就爱国的情绪 实在是非常深深 就对国家 对 大亚中决面 实在不满意 就觉得要希望 要改变 国家要改变 这样的决面 爱国心 与自觉心的发表 历史先起 轩然大波 有人指责 但陈独秀实在太反动 太荒谬 国家心王 匹夫有责 你一个堂堂知识分子 怎么能中自己 国家灭亡呢 还有人写信给 张世昭 结论赤责 以为不知爱国 恋父为人 何物狂徒 敢为适论 张世昭理解 陈独秀的良苦用心 他对陈独秀说 你的文章功不可谋 功在唤醒 沉睡麻木的国人 你之所以威严耸听 正话反说 其目的是在 整国民的自由人格和权利 一年之后 陈独秀即将他的所思所想 付诸更大的世界 也将掀起更大的波澜 优优独秀的角色 1914年11月 假音杂志刊载了出自陈独秀的文章 爱国心和自觉心 他在文章中的激烈措辞和正话反说的断语 引发了诸多的攻击和非议 但也有人看出了陈独秀的真正用意 张世昭是一位 正在东京留学的李大钊也是一位 很快李大钊就写出了一篇厌世心和自觉心 被陈独秀引起的那一场论战推波助澜 正是在这场刺激彼伏的论战当中 陈独秀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这也给了陈独秀进一步开拓明智的信心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加快了他的步伐 发现人是陈独秀的多年好友汪蒙邹 在陈独秀东渡日本之后 汪一直在上海召看陈独秀的家人 信中说陈气高军曼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催促陈独秀早日返回国内 就在陈独秀为爱奇健康担忧的时候 国内行事的变化也加快了他的回向旅程 1915年5月9日 袁世凯为了重举地址 与日本签下丧权入国的21条 全球华人反对生死期 当天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 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一个月后陈独秀回到上海 在照顾家人的同时 他开始践行自己的计划 1915年9月15日 青年杂志横空出世 陈独秀在创刊号 警告青年中写道 青年因分子智能 礼牌臣服朽败者一去 视之若仇敌 若江水蒙兽 而不可为力 而不为其军毒所传染也 这是心情的一个中心思想 一直存在有一生的中心思想 就是人有自己多类的人格 不能努力别人 也没有义务做别人努力 我认为陈独秀是 一生是建筑这个东西 陈独秀在《禁告青年》中 提出了六点原则性要求 青年应当是自主的 而非独立的 进步的 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 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 而非锁国的 实力的 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 今天 在安勤陈独秀领园 最显眼的位置 铭刻着当年 向扯南北的护域 光阴飞逝近一个世纪 它仍然质地有盛 就在陈独秀全力 打造青年杂志的时候 中国政局 再度发生大变 1915年12月12日 袁世凯复笔 当蔡鹅在云南 打下 湖国战争 第一枪的时候 千里之百的 陈独秀 也高举着 科学和民主大旗 力图让赛先生 和德先生的名字 响彻中国 一个月后 1916年1月15日 陈独秀发表了 这篇名为 1916的文章 目标所谛 封建立教 自重强的这个东西 这是新庆兰最大的贡献 反对了三纲五常 那么陈独秀就认为呢 必须要打倒这个 必须要建立 就打倒这个 封建的伦理道德 封建道德 那么呢 才能建立起个人的 这种自主的意识 1916年3月 做了不到三个月 皇帝的袁世凯 被迫取消地址 6月 他在重判清理中死去 蔡厄得胜凯旋 但陈独秀发起的战争 仍在延续 这一年的9月20日 康有为发表 致总统总理书 主张将礼教 立为国教 编注民国宪法 十天后 陈独秀发表 伯康有为之总统总理书 他指出 孔教与地址 又不可离散之因缘 尊孔 即为复辟 在于康有为的论战中 青年杂志 开始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与基督教上海青年教会 主办的上海青年婚校 青年杂志 于1916年9月1日 正式更名 新青年 就在同一天 原在法国的蔡元培 也被林元宏政府 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10月31日 和11月8日 黄兴和蔡厄这两位 一直坚持着 武装斗争的革命险区 相继并持 而此时的陈独秀 因为创办了新青年 正在支持界 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 就在蔡厄不幸离世的11月 陈独秀北上北京 为扩大新青年发行规模 寻求资金援助 这似乎在预示着 一个时代的结束 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1916年12月26号 蔡元培正式就任 北京大学校长 在拿到任命书之后 蔡校长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满北京城的 去找陈独秀 就在几天前 蔡元培的同乡 北京一专的校长 汤儿和就向他推荐到 文科学长如未定 可请陈忠普君 陈君信改名独秀 主编新青年杂志 却可谓经年的指导者 早在1904年 陈独秀在上海参加了 专门针对满京大臣的 暗杀组织 军国民教育会 而这个组织 当年在上海的负责人 正是蔡元培 12年前 陈独秀和财元培是上海滩并肩作战的两位战友 12年后 他们再次重逢于北京城里的一家小旅店 不曾想 求贤若渴的蔡校长 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他起初实际上是不想来 因为他认为教书只能影响一批学生 那么办报刊杂志 可以影响整个中国人 而且他自己 现在在上海 正在办新年 所以他就表示 开始他是回绝了 遭到聚聚的财元培 并没有回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成了那家小旅店里的常客 有时候去早了 当时陈独秀还在睡觉 因为陈独秀当时 经常是白天活动 晚上看戏 回来得很晚 到第二天早上 有时候就起不来 那么这时候 蔡元培到了以后 经常就是不去惊动他 拿个小板凳 坐到外头等着 这样就会传了 在后来就传为一段佳话 为了彻底消除陈独秀的顾虑 蔡元培答应陈独秀 将《星期年》杂志 带到北京发行 然而 陈独秀的顾虑 还不止这些 他对朋友说 我从来没在大学教过书 也没有什么学位投衔 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我已经和蔡元培先生说好了 先干三个月 如果干得好就接着干 如果干不好就回上海 1917年1月13日 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出人意料的是 这个消息一经公布 就立即受到了 北大师生的拥护和欢迎 当时的北大文科哲学系学生 冯永南回忆说 蔡校长到校后 立即宣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我们全明白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人是个什么人 他干什么呢 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这种打架都非常清楚 中共早期领导人 当时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 罗章龙后来在春元载机中写道 蔡元培对于北大文科 人事 行政 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 不少家干涉 手握大权的陈独秀 随后就将经常给新青年投稿的胡适 刘半龙等人招入北大 另外还有李大钊和周作人等人 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临时引起北大文科星光璀璨 很快坐镇北京大学的陈独秀 又掀起了新文化密动中的 又一处重头戏 文学革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建杆胡同20号 1917年 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 就居住于此 也正是在这里 陈独秀度过了他一生中 最为富足忧郁的生活 当时陈独秀的月工资是300元 现在听起来一个月300块钱好像不多 但是如果对比到当年的话 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 因为当时中国人的一家五口 一年的生活费 是100元 可见陈独秀当时是300元 这个数额应该是不低的 从这个胡同向北 步行大约十分钟 就是陈独秀当年工作的地方 北京大学红楼 如今 这座著名的红色建筑 已经开辟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200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90周年 这里将还原 1919年前后发生的一切 近人做文章少不了要使用 逗号 句号等现代标点符号来断句 而很少有人知道 这些符号其实和陈独秀大有关系 毛泽东就曾经说过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做白话文 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 这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指的那个他 正是新文化运动当中的这核心人物 陈独秀 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正是这一年 陈独秀和胡适共同发起了文学革命 提倡使用白话文 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体系 也从此建立起来 但对于陈独秀来说 一场革命远不是提倡标点符号那么简单 还在1916年初的时候 陈独秀就经由人介绍 知道了正在美国流血的安徽桶下胡适 受西方文艺复兴思潮影响 胡适对中国文学进行的反思 他给陈独秀写信说 中国文学也要进行革命 才能顺移潮流 他也敏锐地感觉到胡适提倡了一个中国的问题 抓住了一个中国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是实际上简法的突破口 所以陈独秀马上选一个胡适 说老许你考虑到文学革命的问题很好 你提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你希望围绕这个问题 你仔细地认证地写一篇 比较深落地提倡文学革命的文章 来交给我们杂志发表 后来胡适就按照陈独秀的意见 马上写了一篇文章 1917年元月1日 新青年刊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之处义 文中提出 要从形式和精神上 一改当是套话连篇 美丽不振的中国文奉 反对文艳文 提倡白话文 当年 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刘美学生没有想到 他的这篇文章 会成为一场运动的开始 反响很好 陈独秀又写了文学革命论 实际上是一唱一和 这样就把文学革命的风潮鼓动起来 1917年元月1日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国内论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 就在陈独秀喊出文学革命后的第七天 著名古文学家林青南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 论古文之不一废 到后 国未亡而文字已行之 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做出了激烈回音 林青南实际上他是把文言文当成了国家的新王 他认为废除了古文 就等于是像国家灭亡了一样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 中学的时候还在辩论呢 还是文言文好 还是白话文好 还在辩论呢 还有这个意思 是不是科学当时这个影响多么的深 多么的狂泛 那几千人穿着都是用这个文言文 你想你要把它废掉它 改用白话没 怎么说你就怎么写 是不是这很凉的 而几乎就在同时 安徽第一女中一位名叫陈胜仙的国门教员 也对陈独秀的离经叛道痛心疾首 几番惆怅后 陈胜仙的健康大受冥想 她的学生见词也对陈独秀仇视起来 他们主张召开同乡会 开除陈独秀和胡适的上级 后来居住台湾的著名女作家苏雪林 正是这些学生之一 她向同学们说 最好是带把手枪到北京 找到陈独秀和胡适 每人给一颗子弹 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当时苏雪林还比较年轻 她是因为她同情她的老师陈胜仙 所以她从个人的情感上 产生了一种对陈独秀和胡适的 一种仇视的这种感觉 那她后来五四以后她到北京来上学 接触了新思想 也认识了 就是更加深刻的了解了陈独秀 那么她慢慢呢 对这个新文化运动呢 也有更深的理解 所以她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 就称呢 陈独秀是新文化的元勋 热心革命的志士 国内的激烈争论 远远超出了胡适的想象 而陈独秀则依然坚持 是非胜利 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必有物被所主张者决定之事 而不容他人之慌正眼 胡适后来不得不承认 文学革命正因为有这样一个 坚强的革命者做宣传者 做推行者 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 就在新文化运动建成气候 陈独秀逐渐成为中国青年心目中的起名心事 一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 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1918年11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德国战败 而宣告结束 这不仅是协约国的胜利 也是北京当时与政府的胜利 中国人相信 以战胜国的名义 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青岛 废除西方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已经是指日可待 1918年11月27日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宣布结束后的第17天 陈独秀邀请李大昭 张生福等人 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 决定创办比新青年 更迅速反映现实问题的看过 美洲评论 三周之后 美洲评论正式发行 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写道 我们发行这美洲评论的宗旨 也就是主张公理 反对强权八个大字 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功力 便使人类万岁奔八万岁 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中 陈独秀还提到了美国总统 沃尔逊的名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沃尔逊 曾经提出过一个14条 这个14条里面提出来 就是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 大家应该有平等的地位 而且提出来战后要创立一个国际联盟 以便解决国际之间的争断 陈独秀写道 美国大总统贝尔逊女次的演说 都是光明正当 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然而 这个好人总统 在巴黎合会上的张高表现 却让无数中国人没知失望 早在1917年的时候 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说这是民主国家制 与君主国家制之间的战争 英法今日之抗德 就像我国前日之讨原 在那篇文章当中 陈独秀字里行间透露的是 对于英法民主制度的推崇 1917年 时任民国总统的黎元宏 和总理段祺瑞 出于各自的利益 在中国是否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 吵得不可开交 而当时只是一届书称的陈独秀 却初次显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智慧 他认为 自美国加入战争以后 德国战败是迟早的事情 因而中国只要对德宣战 将来就有列席合一之权 果然 一年之后 中国的代表来到了列强林立的巴黎 但在那里发生的一切 却在遥远的中国 促发了一场风暴 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风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中国电信天意特约之 横飞中国 建国六十年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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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